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3年已经学习过太极拳 红拳等拳法的李小龙 经好友引荐败在了叶问的门下 学习永春拳 深得叶问真传 后来他又创立了截拳道 并著有许多武术方面的书籍 是当之无愧的武术大师 但他推广中国功夫 影响最大的还是电影 他是同心出道 在美国也拍过剧集 但真正令其大火的还是在佳河电影时期 1971年一部《唐山大凶》航空出世 改变了香港的电影类型 用拳脚功夫片取代了刀剑武侠片 引领了一股功夫片热潮 后去的金武门 猛龙过江 龙争虎斗 令他的演艺视野更上一层楼 并成为世界功夫巨星 成龙 李连杰 甄子丹等功夫明星 都深受他的影响 而且周星驰也是他的铁杆粉丝 不仅如此 教官曾经也夸赞过他 李小龙功夫好 表演精彩 他为中国人争了功 但天又不测风云 就在李小龙准备继续拍摄完《死亡游戏》时 他却突然去世 年仅32岁 2.左腿攻击之王 黄任直 黄任直是在活跃在香港影坛的韩国人 他精通合气道和跆拳道 尤其是擅长腿弓 不仅动作迅速 敏捷 而且非常强悍毒辣 因此获得了《左腿攻击之王》的称号 他和李小龙在《猛龙过江》 和《死亡游戏》中有过合作 电影中不仅被李小龙揍 据说现实中也被李小龙教训过 事情起因还要从梁小龙说起 他年轻时期也是武痴 听说黄任直很厉害 于是找他切磋 但两次都败了 后来梁小龙得知 他参演过李小龙电影《猛龙过江》 于是告诉李小龙 黄任直很厉害 李小龙也是好胜之人 心想能有多厉害呀 于是找他切磋了一把 结果自然是小龙更胜一筹 李小龙离世之后 黄任直多次与成龙合作 他们二人合作的师弟出马 打破了当年香港的票房记录 转为香港首部票房破千万的影片 随后他又接连出演了《龙少爷》 《虎鹰》等影片 90年代之后便淡出了影坛 3.腿王谭道梁 当年周星驰的影片《功夫》中 火云斜神这一角色 原本定的演员并不是梁小龙 而是谭道梁 不过他拒绝了 谭道梁是一位韩国华侨 痴迷于跆拳道 17岁就已经是最年轻的跆拳道教练了 李小龙带动了一股功夫片热潮 谭道梁吃到了这波红利 1973年 谭道梁参演了《潮州怒汉》 一脚踏入影视圈 谭道梁身怀三个绝境 一是能够连续用左腿进攻 二是侧踢腿呈一字马 三是毕虎宫身后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他在影片中的武打场面 动作行云流水 酣畅淋漓 此后的南北腿王少林门 旋风方氏玉更是让他红透了半边天 后来因为成龙功夫喜剧的崛起 谭道梁渐渐地淡出影视圈 后来移民美国 并开馆授徒 值得一提的是 谭道梁虽然和李小龙没有多少交集 但是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 曾是他的徒弟 四神腿刘忠良 刘忠良是谭道梁的徒弟 有着神腿的称号 还与师父一起并称四大腿王 刘忠良出生于武术世家 自幼习武 后来败在小自己三岁的谭道梁的门下 为了习武 刘忠良并不在乎这位师父比自己小 反而安前马后 细致如微地照顾谭道梁的起居 从而深得谭道梁的真传 并且他也是在谭道梁的引荐下 参演了中国拳 从此进入了影视圈 有师父谭道梁的帮持 刘忠良的影视资源 也渐渐多了起来 但是却一直都不温不火 直到参演吴思远指导的男拳北腿 在影片中上映了精彩的腿弓 一炮而红 之后陆续参演了男拳北腿 斗筋壶 杂家高手 贺琴雕手 弹狼腿 鹰爪 铁步山等影片 如今78岁的他早已淡出了影幕 但不能忘记他曾经为武术推广 做出的贡献 虎 霸王腿 黄正丽 黄正丽也是一位韩国人 他自幼痴迷于武术 学习跆拳道 几年之后便达到黑带七段的水平 据了解他曾经受到一位武术精湛 手持力刃的越南人的挑戏 最终他赤手空拳 一个侧踢令对手当场身亡 一战成名 凭借着韩国功夫片《独角客归来2》 黄正丽引起了吴思远的关注 参演了男拳北腿 开始在香港影坛闯荡 他在剧中扮演的银胡 也成为他的昵称 随后又参演了《借刀杀人》 《蛇形雕首》 《永春大胸》等数十部影片 在影片中黄正丽的腿法贤熟 左开右弓 招招霸道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拍摄《蛇形雕首》的时候 因为没有收住腿上的力道 黄正丽还踢掉了成龙的一颗门牙 后来又和成龙合作了最拳 因此被戏称为成龙的死对头 80年代也参与了富贵列车 中华战士等影片 并于80年代末期淡出了香港影坛 六 旋风腿 卡萨法 韩国演员卡萨法也是四大腿王之一 他自小偏爱习武 经常把同学打哭 还迷上了跆拳道 多次获得跆拳道比赛的奖项 凭债着扎实的功底 卡萨法受邀参加了影片《生死桥》 并且还跟黄正丽有过合作 共同参演了《秘命课》 正是这部电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结识了《红金宝》 通过三德和尚与《充迷六》的参演 卡萨法开始频繁与《红金宝》合作 参演了《红家班》的多部影片 卡萨法也凭借着自己的腿功闯出了一片天地 尤其是赞先生与找钱华 仅仅是一记测踢就把冯克安提飞 更是让他一战成名 再加上他用凌空三连梯对阵树人的华丽场面 让他获得了《旋风腿》的称号 之后在《最侠苏启儿》《通天老虎》等影片中 也有他的出色表现 80年代中期从香港影坛返回韩国发展 还自导自演过《魔剑夜刀》 90年代之后再无多少消息 7.韩国第一腿袁震 但听袁震这个名字会让人误会 他与袁华 袁奎 袁彪等人一样 是七小福成员之一 实则不是 他是一名韩国人 袁震原名金韩元 自幼学习跆拳道的他对武功很是痴迷 在香港动作片《风靡亚洲》的时候 他给自己取了袁震的一名 在客串几部韩国功夫片之后 袁震被饱和影业签下 转战香港影坛 一部蝎子战事给了袁震大放光彩的机会 影片中他把绚丽的腿弓发挥得淋淋尽致 以至于他的角色虽然是反派 却是很受观众的喜爱 营生大造的袁震 与刘家梁 成龙 李连杰等功夫明星建立了联系 但是却因为种种原因 错过了与成龙和李连杰的合作 并于90年代中后期回到韩国发展 中间2000年还被唐继礼邀请 参演了《雷霆战警》 除了当演员 他还担任一些影片的动作设计 比如《我老婆是大老三》 如今他依然活跃在演艺圈 八 成家班第一腿弓 卢慧光 成家班有不少高手 卢慧光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他还是连续六届泰拳比赛的冠军 因为武功底子好 被成龙欣赏 并加入成家班 早期在电影中没有多少露头的机会 都是打酱油 诸如A计划续集 警察故事续集 奇迹等 直到1994年《罪权2》 他才凭借着出神入化的腿弓真正的出圈 尤其是他的一字马 更是成为影片中的经典画面 后来又在《给爸爸的信》中和李连杰较量 在《小飞侠》中和谢苗演一对父子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古惑仔 激烈的《红星战神》这个角色 而且他的前妻黎书贤 正是《古惑仔3》中 讲今生的情人方婷 太子还是了不起 连蒋先生的马子都敢翘 罗慧光不仅是成家班里的人 而且也是成龙的左膀右臂 跟随成龙20多年 直到2009年才离开 离开成龙之后 罗慧光依然有戏拍 近些年在拆断专家 杀破狼 贪狼 怒火中案中 都有他的身影 9.小雅八腿王 黎强泉 黎强泉自17岁开始学习武术 精通 永春泉 跆拳道 空手道等多种功夫 在杀进香港影坛之后 凭借着扎实的功夫进入了成家班 成为第二代成员 在加入成家班之后 黎强泉在多部影片中跑龙套 各种角色都饰演过 但都没什么存在感 直到1988年的警察故事剧集上映 他才火了起来 在影片中 他饰演的是一个腿弓强悍的哑巴 在对决中狂虐成龙 打得成龙毫无还手之力 他的空中三连梯 也让观众真正认识了这个腿弓高手 这成为他的代表性角色 人们也称他为小哑巴腿王 此后 黎强泉还参演过 《罪拳2》 霹雳火等影片 但始终是无法超越哑巴这角色 如今的黎强泉早已经淡出功夫圈 值得一提的是 在2020年上映的《龙虎武师》中 黎强泉展示了自己做武师的生活 10.鬼角七 雄欣欣 雄欣欣自12岁开始习武 练就了扎实且身后的武功底子 而且还拿过全国武术冠军 退役之后 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他在影片《南北少林》中 做了李连杰的武术替身 完美地完成了每一个武术动作 给刘家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正是刘家良把雄欣欣带进了香港影坛 之后 他碰到了伯乐徐克 在徐克指导的《黄飞红》系列影片中 雄欣欣或是担任李连杰的替身 或是跑龙套 直到黄飞红之狮王争霸 雄欣欣得到了《鬼角七》的角色 她凭借着扎实的武功底子 和认真负责的态度 把《鬼角七》这一角色给养活了 此后更是连续多次饰演《鬼角七》 至今无人超越 此后 雄欣欣在香港影坛有了一定的位置 资源更是接连不断 《刀》 《满汉全席》 《大三元》等一系列动作片 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认识了她 她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待 对待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认真 甚至徐克还让她担当了七件的动作设计 而她设计的精彩动作 也为她赢得了最佳动作设计奖 如今雄欣欣已经60岁了 但依然活跃在银瓶上 在王晶的《新一天屠龙记》中 还能看到她的霎爽身影 光阴似见催人老 日月如鱼 月少年 曾经的一代功夫明星们已然暮年 退出了功夫圈的舞台 而新成代的打星却显得有些难担助任 作为影迷 期待香港功夫片 能够早日再现当年的辉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